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一次要谈的是 跟每一位都有非常密切关系的家庭教育 如果我们说人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很有道理 因为我们生下来的时候什么都会 都是一点一滴慢慢的学习 然后才懂得一些东西 所以教育对每一个人来讲 对每一个社会来讲 对每一个国家民族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教育我们中国人把它分成三大块 一个叫家庭教育 一个叫学校教育 一个叫做社会教育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一个人的基础不是在学校 不是在社会 而是在家庭 所以我们中国人骂人 很少说这个人没有受教育 我们很少这样讲 也没有说这个人没有进学校 那又怎么样 更不会说这个社会使得他这样子 我们一定说他没有家教 没有家教就是说这个人家庭教育不好 为什么家庭教育会变成大家指责的对象 就是因为他是我们一生成长的基础 我们可以一辈子不进学校 实际上现在在欧美很多人 他是不让他小孩进学校的 你在设什么多学校 他小孩就是不让他进学校 我们不要讲欧美 我们的西藏同胞 他们也是不太喜欢小孩进学校的 因为进学校就学坏了 当然这个也不是说 鼓励大家这样做 不是 我们必须要了解 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做法 那我们到底喜欢选哪一种 这是我们自己要做决定的 学校 他只是教知识 教技能 他很少能够教到你的品德 所以品德教育 他一定要在家庭里面 打好基础 你要寄望学校的老师 把你的小孩子培养的品德很好 恐怕是会失望的 那至于社会 那就更不用说了 各种花样都有 防不胜防 因此一个人 我们看他是看他的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把他的品德 培养得很好的话 大概我们会比较相信他 而且他一生 各方面都会比较顺利 我们今天要从一件事情说起 这件事情呢 刚说出来 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哪有这种事情 你走遍全世界 全世界的人 他都是三代同堂的 你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们满脑制度觉得 三代同堂是中国的老东西 是一种不够现代化的 是一种很弱的想法 你全世界走走看 哪个地方不是三代同堂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你看我们妇女 她会生育小孩 不错 可是她有个年龄的限制 为什么 因为要保障 妇女本身的安全 所以我们通常都在20岁到40岁 这20年当中 老实讲 三十五六岁 我们就开始有点担心了 因为她属于高龄产妇 如果到了40岁 那我们特别特别要小心 因为那有相当的危险 所以我们女性同胞 会生小孩 千万记住 我们不是一辈子 都能够这样做的 为什么要有年龄的限制 为了健康 为了安全 为了母女双方面的好处 所以老天爷 才让人类生育 他有一个年龄的限制 这是很好的事情 那各位想想看 你20岁的时候 生小孩 生小孩 你的父母四五十岁 他还在 而就算你四十岁才生小孩 你的父母六七十岁 他也还在 所以年轻人 结婚生子的时候 你看看自己的父母 他还是健在的 有的父母这一代 有了你自己这一代 又有了小孩这一代 那不是三代 是什么 哪里有说 生了小孩 父母他就 过生了 他就往生了 他就过世了 没有那回事情 所以大家应该了解 我们中文 他都是顺应自然 他不太人工化去 硬性要怎么做 因为那不符合人性的 自己生下来的时候 还不会做父母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 是准备好做父母 然后才来做父母 没有 这时候忽利忽利 就生了个小孩 然后就开始把小孩 当实验品 实验来实验去 这个小孩真的很可怜 那小家庭就是这样 不然怎么办呢 我们中国就知道 你有上一代可以请教 他们没有学问 但是他们有经验 他最起码带过几个小孩 最少也带过一个 不然怎么用你的 他的经验 可以做你的参考 现在不是 现在年轻人要去上课 怎么做父母 和那些人讲的 又是西方的一套 我没有说西方不好 我从来没有说西方不好 只是跟我们不一样 你看我们喝开水 我们要温开水 西方人喝冷开水 那就是不一样 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很懂得保卫我们的肠胃 保卫我们的牙齿 我们不会冷的热的 这样掺的吃 我们不会 西方人就是这样 热的菜 但是一瓶 人瘾 现在小孩都在学 学到最后 谁倒霉 自己倒霉 你肠胃坏了 谁倒霉 你牙齿掉了 谁倒霉 只是便宜的医生而已 所以做父母 要向谁学 向自己的父母学 最安全 因此中文 他就安排一个 三代同堂 里面呢 有老年的 有中年的 有小的 老中少 他都有 这最好的一个环境 最好的一个单位 最好的一个结构 最圆满的一个组织 其实全世界 你去看 差不多都是一个样子 只是有的 他比较喜欢住在一起 有的他不住在一起而已 你不能说不住在一起 就不是三代同堂 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 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其实就是我们会 祖宗崇拜 他们不会 中国人是全世界 唯一的 把祖宗的灵 放在自己肩膀上 然后到处去跑 西方人心中 只有上帝 他没有祖宗 中国人心中 不一定有上帝 但是一定有祖宗 但是一定有祖宗 毛主席 回家 第一件事情做什么 祭拜祖宗 他当时讲的一句话 是很感动人的 他说管他 有没有 拜了再说 拜了再说 你拜了你就心安了 你看中国人 考取了 赚元 回家拜祖宗 中国人当了大官了 回家拜祖宗 中国人生了小孩了 回家拜祖宗 为什么 因为祖宗总会照顾你 那你说这是迷信 你这样不迷就好了 你信就好 不迷就不迷信 我希望各位了解 这个跟迷信是没有关系 跟鬼神也没有关系 他只是说 你的祖先活在你心中 然后呢 你就可以活在你 子女的心中 就是这么一件事情而已 你心中没有你的祖先 你的子女将来心中就没有你了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原则 你的子女 只要心中没有你 你怎么教都教不好 都教不好 你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乱七八糟 其实只有一个原因 就他心中没有他的父母 你看我们中国人心中有父母 我们要做很多事情 不敢做 为什么 因为怕 这个父母会伤心 因为怕父母会不高兴 西方的没有 西方的我喜欢多就做了 父母不高兴是他的事 干我什么事 我就要上帝注意我好 照顾好 我好就好了 这是不一样的民族 如果你心中有上帝 你心中就没有父母 如果你心中有父母 你就不一定有上帝 我想这是每个人都听得懂的话 祖先崇拜 是为了教育 不是为了迷信 那个跟到庙里头去拜神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你可以一辈子不到庙里头去拜神 但是你在家里 我相信各位一定会拜祖宗 拜祖宗 只是多了一个商量的对象 请教的对象 这没有什么不好的 但是最要紧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深教 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听说 深教重以言教 你整天把小孩叫来 告诉他这样 告诉他这样 讲一大堆道理有没有 没有用 为什么我刚才说没有用 如果有用的话 父母不会气成这个样子 讲几次次的都没有用 讲一百次也没用 因为他不听啊 如果小孩都很听话 那做父母很容易做吧 他就是不听 那怎么办呢 做给他看 可是你父母不在 你怎么做给他看 所以中国人很聪明啊 大家住在一起 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 去看看你 爸爸妈妈好不好 小孩看着眼里 他就知道了 他这样起来就先来看看你 好不好 这个叫什么 叫做早上要请安 晚上要看他 有没有安定下来 这早晚你就要照顾父母 那你讲一百遍 不如自己去看看你的父母 他就懂了 但如果大家不住在一起 你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像这方面 我希望各位从教育这方面 去看我们为什么主线崇拜 你会看得非常清楚 中国人是不搞迷信的 鬼神是用来方便我们教育着 而不是我们跟着鬼神在那里乱赚 希望的是跟着鬼神在乱赚 上帝教你每个月捐多少钱 你就要捐 我们没有 我们主线也没有规定 我们一年要捐给他多少钱 没有 我们也说基督教不好 那是他们的事情 而我们的主线崇拜也没有不好 这是我们的事情 为什么人家的事情就是好的 我们自己的事情就是坏的 哪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情 三代同堂是为了身教的方便 你怎么对你父母 你的小孩都看到 你也不必教他要孝顺 因为这种话很难说的 你可以告诉你的小孩 长大要养我 长大要孝顺我 你这种话方便说吗 不方便说 你做给他看 那你要做给他看 总要有个对象 这就叫三代同堂 家庭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你看那个父亲 整天跟小孩讲道理 这个爸爸就已经变老师了 他不是爸爸 那小孩就把你当老师看 那老师怎么样 老师我毕业了 就跟你没有关系了 那你愿意这样吗 千万记住 自己的小孩要自己教育 我们要讲家庭教育 这是第一个事情要记住 自己的小孩 自己生的 自己教 所以家庭教育 不能委托别人 现在恨不得把小孩子 一生下来就送到托儿所 一生下来就将到幼儿园 好像没有我的责任 那你生他干嘛 我们三代同堂啊 它是个老中少 构成的一个小社会 我们整个社会就是老中少 我问你儿童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没有儿童 这个民族就没有未来 所以为什么说 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任 因为长大以后就是他们的 我们走了以后 就是他们当家 当谁来当家呢 但是中年能重不重要 当然很重要 因为整个的生产 都是靠他们的 不能靠谁 那老的重不重要呢 老的那个经验 你是哪里都学不到的 我爸爸大我二十岁 我一辈子都记住 他永远有那二十年的经验 是我所没有的 我不跟他学 跟随学 他老师不一定会教我 因为他不是我爸爸 可是他一定会教我 因为他是我爸爸 所以我希望说 老师就是老师 爸爸就是爸爸 朋友就是朋友 不要先现在这样混在一起 那就是角色混淆 三代同堂 他就是个社会的作影 他变成什么 变成家庭生活社会化的一个最好的环境 你看住在山边的人 住在很偏僻的人 他长大以后 他到了都市 他没法适应 这是他的缺陷 我们家里面 我们家里面 长大的小孩子 一到社会上 他能够适应 因为家里就是小社会 我们 整个的社会 不是以个人为单位 是以家庭为单位 这是中国人的另一种特色 我们已经讲过 崇拜 祖先 祖先崇拜 是我们第一个特色 现在我们又讲到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 是以家庭做单位 不是以个人做单位 你看西方人一个小孩出来 我们就认定他叫Tom 或者叫Mary 中国人一个小孩出来 我们才懒得管他叫什么名字 我们先问他 谁家的小孩 你是谁家的小孩 你叫什么名字又怎么样 外国人没有说我是谁家的小孩 没有 他们是个人做单位 我们是家庭做单位 那你说现在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为了生活 我们哪里有办法 全家人住在一起 那个没有关系 记住中国人还有个特色 就是我们是不重视形式的民族 我们非常实际的 英文叫做practical 我们是非常practical的民族 你看我们都是实实在在 我们讲实质 我们不太讲形式 所以看起来中国没有礼貌 那有礼貌又怎么样 我对你笑嘻嘻 心里头老想挖你的东西 老想置你一死地 那这不更糟糕吗 中国人记住 形式化是没有用的 我们都是看到你心里头去 看你心里在干什么 这个才重要 你没有那个形式 你没有那个心就够了 对不对 现在手机那么发达 你一天可以花很多的时间 打电话给你的朋友 你为什么舍不得 早晚打个电话 给你的父母问一问 那跟你亲自见面一样 那你小孩在旁边 你想要看你这么晚 还打手机打给谁呀 打给朋友 他就知道朋友很重要 打给父母 他就知道父母很重要 你还要教他吗 不必的 他会脑子记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你多往来 多关心 跟住在一起不是一样 还是可以发挥 很实质的效应 那礼拜天要到哪里去 不能到礼拜天早上 才去跟爸爸妈妈讲 我要去哪里 那不对 大概两三天前就跟你讲 这个礼拜天 我们想到哪去 那老人家心里有个准备 他就不会突然间觉得 你怎么又出门了 这种教育叫做深教 比你讲一百个道理 都要管用 因为中国人他是 彼此关心的民族 你不关心嘴巴在甜 虚情假意 你不关心 礼貌在好 这个人很虚伪 礼多比诈 这些都是外国人 怎么听一听得懂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 我们的媒体界 越来越年轻的结果 所讲的内容 是越来越西方化 尤其是那些交英语的 在媒体上交英语的 你要特别小心 因为他讲的都是 美国人那套对的 有话要讲出来 这是美国人 这不是中国人 你说一次试试看 你看两个小孩 一个感受出来 你是个坏妈妈 你有什么感觉 他将来会受什么罪 他外国人就说 你是坏妈妈 你就是坏妈妈 可是另外一个小孩 是不是比较聪明 他不会说 他只是哭而已 他哭心里头 也在想你是坏妈妈 但是他不讲 结果妈妈感觉怎么样 我有时候会去看那个电视 他们教英文 就教英文就好了 他会教这些东西 你有话不要人啊 要说出来啊 那不是中华文化 中国人会忍的人 他永远是占便宜 你说出来说吧 你只能说一次 没有第二次 说完就没了 西方人不会 因为西方人他听那种话 他不会觉得这种话很坏 会不会觉得这种话很刺激他 他不会 中国你试试看 对不对 你跟你的朋友讲 我们到此为止 以后你又不要找我了 你试试看 你能讲才怪 我们是彼此关心 你心中有我 我心中有你 所以我们的家庭教育 如果教到小孩心中没有父母 那你不用教 你不用教 小孩出去 我们眼睛看不到他 我们只用我们的心去管他 嘴巴管不了 人看不见 你没有啊 你的小孩心中没有你 他一出去 他完全没有父母的人在 他什么都可以做嘛 他怎么不能做 当然了 大家马上会讲 哎 现在一切都变了 我告诉你 千万千万记住这句话 生活的方式是可以变的 生活的法则是绝对不能变的 这个变跟不变就是这么简单 你方式怎么变都无所谓 因为那没有关系 就好像你今天穿西装 跟穿中装 跟穿西藏人的衣服 跟穿苗族人的衣服 完全一样 就是穿衣服嘛 为什么了不起 但是你怎么穿 那是不能变的 穿什么不在乎 怎么穿比较重要 有的可以变 有的不能变 孝顺可以变吗 我问你孝顺可以变 如果你的子女不孝顺 你生他干嘛 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不想生小孩就是 你身材不孝顺嘛 那我干什么 我前几天 就听到我的老师告诉我 我的老师 八十几岁 他说他没有生小孩 然后领养了一个小孩 领养了 他全心全力照顾他 在他身上 花了很多很多钱 他都不在乎 又既然要领养人家 就要好好教人家 结果拿到博士 在美国 他到美国去看他 还带了很多礼物去 他的儿子 就带他去博物院参观 门票两块五毛钱 那儿子在偷 这个两块五毛钱 就说这么贵这么贵 他回来告诉我 他从此不到美国 去看他儿子 他心里头 已经没有这个儿子 你才绝对贵 你也不能当你妈妈面前讲 这么贵 不能就是不能 何况两块一毛钱算什么贵 你自己花多少钱 这种生活的法则 不管你到哪里 都是不能变的 生活方式 你出门要开车 要坐牛车 要用走路 那是一样的 那有什么不同 那就是交通工具而已 所以现在的人脑筋很不清楚 好像要变就什么都在变 不变就什么都不变 那是笑话 生活的方式可以变 一家人不一定三代要同住在一个屋子里面 不一定 你住在附近可以 哪怕住远一点都无所谓 因为他的心跟心 他是没有距离的 他有什么距离 身体有距离 心是没有距离 你想到他就在你眼前 你认为你父母已经过世了 跟你没有关系了 他就从此跟你不来玩 我没有 我父母都过世了 但是我每次都想到他 他们永远跟我在一起 没有距离 所以大家要选择走哪一条路 我们是尊重各位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大家不要想我们在讲中国老一套 不是 我们是在讲 对人最自然 最有好处的 这个生活方式 这种法则 是不能变的 时代再怎么变 对人类最有利的生活法治 自古到现在 没有变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